下课了 快闭眼 为什么 大宝 快闭上 别说话 他来了 上课了 大家可以睁眼了 不好 我的奶被人偷喝了 还有我的 惨了 我被选中了 我不想去 我也不想去 这是怎么了 你们要去哪 闭眼之后来的那个人 他只要喝了水的奶 水就必须陪他玩朵猫 要去找到他 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了 小鼻姐姐 你快说呀 要不然 会有可怕的事发生 什么 又下课了 大家快闭眼 现在我能睁开眼睛了吧 不行 大宝 在没有上课之前 都是不能睁眼的 好吧 上课了 大家可以睁眼了 什么 我的奶被人都喝了 怎么办 看来 我们都要陪他玩朵猫猫了 大宝 小贝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只要找出他就好了 说得容易 我们怎么找 连他叫什么 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那你们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呢 大宝 千万不能睁眼 从来没有人睁开眼 看过他找什么样子 大家都不敢 好吧 我们快行动起来吧 要是找不到他就惨了 我们要怎么找啊 大个人会再来给我们线索的 大家别着急 什么 我外眼的小梁 这可以有人 来给我们线索了 大家快闭眼 大家可以睁眼了 快看 有线索 这只能看见有一道房子 别的 什么也没有 大家都看一看 有没有认识这个房子的 这个房子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想起来了 这是熊妹家的房子 怎么会是熊妹家 走 我们去看看 熊妹 你有没有线索要给我们 线索 对了 今天我在我家房子周围 发现了画格 是另一张图片 我们把这两张图 合起来看看 熊妹 怎么你家旁边还有一家 没错 这些小精灵家在我旁边住 不过现在他搬家了 不会是小精灵吧 我们去找小精灵 小精灵 你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黑影人吧 我可不是 黑影人不是我 但是线索的确是我给你们留的 什么 这怎么回事 因为是我让黑影人这么干的 别紧张 这是童话王国 一年一次的子民考核 恭喜你们通过了考核 什么 你是说 这些发生的一切 不是你在考核我吗 是啊 你们就算是通过了考核 我宣布你们明年 还是童话王国的子民 嘿 小精灵这个考核也太神秘了 别再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亲请头像 你的头像是什么 老师 我的头像是最漂亮的小五 那你可以被小五亲一口 小雪 我来亲你了 哇 我真是太幸福了 伙伴们 你们愿意被头像亲吗 愿意的话就发送666告诉我吧 该我了该我了 老师 我的头像是佩奇 那你要被佩奇亲一下 太好了 我喜欢凡凡凡凡的佩奇 小贝 我来亲你了 啊 你又不是佩奇 我不让你亲 我是佩奇的远方表婶 佩奇一家去旅游了 快让我亲一口吧 我不要 快跑 等等我 下一个 大宝 老师 我的头像可是开朗网友 竟然是小孩最喜欢的开朗网友 那出来吧 开朗网友 好 怎么这么多人啊 一点也不多 这才是我们开朗家族的十几个声音而已 大宝 快让我们亲一口吧 我不要啊 老师 我能不能换一个头像啊 小朋友们 你们同意让大宝换一个头像吗 同意的话就发送11 不同意的话就发送22 大家一定要发送11啊 这么多开朗网友亲我 我真的受不了啊 爸爸我来听见了啦 谢谢你 电量怎么还没满 可是我们没有电量了 别着急 只要找到爱自己的人 有了他们的帮助 就能充满电量了 爱自己的人 童话王国 又谁爱我们呢 当然是我们的孩子了 对啊 除了小小雪 小雪也是我的女儿 小贝是我的女儿 大宝是我的儿子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青灵 谢谢你 女儿子 帮我帮我 不开不开 要找到正确的钥匙 我们才会开门哦 什么钥匙 你怎么连这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喜欢的 我知道了 小雪 这是送你的夜罗丽娃娃 小贝 这是给你的公主群 大宝 我带来了你最爱的抽签匠 钥匙正确 我开 爸爸 我给你抽签 宝贝 谢谢你 只剩最后一格 没抽满了 还能找谁啊 当然是妈妈了 妈妈妹妹还有我 我们都爱爸爸 我们也是 孩子们说的对 小贝爸 大宝爸 我们快出发吧 老婆 快来给我充电吧 不充不充 什么 难道 你不爱我吗 当然 那你呢 从来没说过我爱你 所以 我才不给你充电呢 什么 怎么会这样 爸爸 爱要大声说出来 快告诉妈妈 你爱她 我 我 好难为情啊 我说不出来 我也是 哼 你根本不爱我 不是的 爸爸 句句说说 胖叔叔 你们不说 妈妈怎么知道呢 得不到你们的回应 他们会伤心的 所以 快说吧 快说吧 好 我说 我爱你 美丽 我爱你 大宝妈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哇 耶 能量终于筹码了 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人 也是我们最爱的人 快亲亲他们 帮他们充电吧 我们下次再见 小雪 分一百分 熊妹 分一百分 小辈分三百分 真是气死我了 什么 怎么可能 就是啊老师 我明明没有做错题啊 为什么还有负分 老师 大宝是多少分 大宝 分一百分 耶 太好了 小雪 熊妹 小辈留下来补习 大宝 可以放假了 好耶 再见了 什么 大宝怎么可能考一百分 就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奇怪啊 现在开始布置暑假作业 小雪 一百本暑假作业 熊妹 两百本暑假作业 小辈 三百本暑假作业 什么 大宝没有暑假作业 太好了 没有暑假作业 就可以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了 好了 现在大家开始放暑假了 天呐 三百本暑假作业 这可怎么做得完 为什么我的暑假作业这么多 好奇怪 大宝为什么没有暑假作业 还是一百分 要不我们跟上大宝去看看吧 好的 我们走 暑假就应该是吃零食 玩游戏 大宝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就在这里打游戏 吃零食 妈妈 我没有暑假作业 什么 没有暑假作业 怎么可能 那你这次考了多少分 要是让我知道你又考了零分 还在这里玩 看我怎么收拾你 妈妈 你看啊 我可不是零分 我是一百分 一百分 天呐 大宝 你竟然考了一百分 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这就去告诉你爸爸 我的好运机器真是太好用了 这下就不用写作业 还能考一百分了 好啊你大宝 刚刚我们都听到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好运机器 怪不得你能考一百分呢 大宝 打 打几下 打三下 开始 哎呀 是谁说打我的 头好头 嘿嘿 对不起 算了 反正你们也不是故意的 继续游戏 三二一 停 打不打 打 打几下 打六下 开始 哎呀 哎呀魔王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别冤枉我 大家都戴着眼罩 我怎么知道是你 哼 我是不会相信的 其实我就是故意的 小伙伴们 这次你们可不能再评论区告诉小雪 三二一 停 打不打 打 这次轮到小雪说话了 我也不知道打不打 还是用黑暗魔王来说吧 打几下 打六下 因为我是老六 开始 哎呀 怎么又是我 黑暗魔王 我就知道 是你把我的透视镜拿走了 哎呀被发现了 黑暗魔王 你作弊 就是 快给小雪道歉 哼 艾莎又没有说不能使用道具 我没错 为什么要道歉 黑暗魔王 你太过分了 我一定要你尝尝锤子的滋味 三二一 停 打几下 打五下 开始 继续 三二一 停 打几下 打十下 开始 再来 打几下 打二十下 你确定 要打二十下吗 确定 黑暗魔王 这次总该轮到了你吧 让你尝尝正义体全的滋味 开始 啊 不可能 不得每次都是我 我怀疑这个锤子有问题 你检查一下 我的锤子不会有问题的 你放心 我再换一把 小雪 你今天运气太差了 我们下次再玩这个游戏 不行 黑暗魔王不道歉 我是不会走的 黑暗魔王 你就给小雪道歉吧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家了 左猫 我又没有错 想让我道歉 干嘛不可能 气死我了 艾莎 再来 我不信 每次被打的都是我 小雪 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我也带回家了 那好吧 三二一 小雪 这次打几次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也不知道锤子 是不是在黑暗魔王的头上 小伙伴们 你们说 应该打几次呢 快来评论区 留言告诉我 我天子不待